大家早安 這個是我訂閱的跨區停車服務 然後它全台灣有好幾百個停車場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化不冒險 你這五個停車場可以全部選在同一個縣市 也可以分佈在不同的縣市 就是你常去的那些地方 各選一個吧 那今天要來做一個比較特別的 這車子剛好需要去做一個 一萬公里保養了 那這個Infinity這個車子 我是覺得蠻可惜的 因為我這段時間開起來感覺都還不錯 只是說路上能見度跟雙Blessis比起來 還是少了很多 所以是不是因為它的保養費特別貴 還是怎麼樣 我們實際到展示中心 今天就是保養到最後 我再跟大家分享說 這一次一萬公里的小保養 這樣總要花多少錢 那看看展示中心有沒有什麼其他的車款 新的QX55或者是QX50或者是QX60 如果有的話我不知道 如果有的話我再看能不能拍 如果能拍我再拍給大家看 差異在哪 跟我這一台 我這台其實很新 2022年交車的 所以其實應該也是新版的 沒關係 我們實際到現場去再跟大家分享 大家都知道我全國跑 那停車的費用應該很高吧 推薦大家使用遍布全台 多有停車場的跨區停車服務 只需付一個停車位的租金 可以享受五個停車場的生活圈 我在台北市選了一個 在我家旁邊也選了一個 在中正義文特區也選了一個 每個禮拜去台中賞屋 所以在台中也選了一個 常常去高雄玩都沒有停車位 也在飯店旁邊選了一個 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選擇停車場 官方只針對頻道粉絲提供優惠 優惠額度非常有限 歡迎有需要的朋友 千萬別錯過囉 到了到了到了 我是隔上的車 是 你好 我要坐一萬公里保養 有預約 好的 謝謝你 那我們就 我們就 車子留在這邊嗎 車子留在這邊 可以拍嗎 可以拍嗎 可以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 直接就進到裡面嗎 現在車子留在這邊 車上的車道 我再幫你說一下 車上IT鑰匙有留在車上嗎 鑰匙在這裡 那我就放這邊 好 在這邊請 嘿 服務還真不錯喔 我第一次來Infinity保養 好 接待已經幫我們全部安置好了 那我們有約一個車友 一起來保養 也是QX50的車友 好像快到 跟大家聯絡一下 我們跟大家介紹一個車友 Oscar 哈囉 你也來保養是不是 我也來保養 還有我媽的車來保養 你媽的車保養 所以你現在也是QX50 我們是車友啦 所以一起來保養 你是做哪樣子的保養 幾萬 3萬公里 3萬公里 我是1萬公里 1萬公里 好 你這麼早就來 我想說我來的時候沒有人 結果我看裡面幾乎都滿了 剛好 奇怪 不是路上能見度 不是路上能見度不高 可是保養廠好像還滿滿滿的 今天人比較多 今天平日喔 不好意思 所以他這個休息室 剛剛跟那個接待人員說我們自己處理就好 你好像很熟 你還保養過2、3次人了 3萬就是至少3次了 對 好 那我們就自己來 上來就來 可以拍攝嗎 可以嗎 可以 有點不好意思 所以這個是怎麼樣 按了0就 這個是服務0 那如果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按下去 那這個手錶會通知我 喔 你們有配戴這個手錶 對 就是按下去這樣子點 那我現在可以按一下 按了 有 那這邊會震動 會震動 對 震動 震動的話我們這裡就會有信件 然後就會收到冰淇淑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可以點了 對 沒關係 有什麼可以吃啊 那這邊的話有飲料、咖啡、果汁 飲料、咖啡、果汁都有 對 那我要一個美式 冰的 冰的 冰美式 冰美式 福糖 你呢 我要烏龍綠茶 烏龍綠茶 冰的、熱的 冰的 冰的 好 沒問題 那點心的部分會多了地瓜小煎餅 跟哈根大使 有需要嗎 有哈根大使跟小煎餅耶 那我要我冰淇淋晚一點好了 來一個地瓜小煎餅 好 沒問題 我也一份地瓜小煎餅 你看它可樂啦 雪碧啦 這些全部都有 有需要嗎 不用 咖啡 等一下 好 那米漢堡有需要嗎 現在這麼早 等一下我們晚一點再吃好了 好 所以有這麼多口味可以吃的 對 有送口味 好 那我們就咖啡跟那個 或是地瓜小煎餅 好 好沒問題 那時候可以把你們送過來 那時候坐一下 謝謝 還好可以拍攝 因為不是每一個展示中心都可以拍攝 我之前去一些都是偷偷拍的 不能拍嗎 就是因為這是私人的場域 所以有一些 那你是車主嗎 我是車主 對沒錯 對對對 我是擔心有些人會介意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OK的 剛好這個小姐姐還不錯 長得又漂亮 長得漂亮才是重點 所以它跟那個 我上次去奧迪它是一個骰子 沒有他們之前也是骰子 但是不好用 現在換這個 好問題 因為我知道以前是骰子 以前是骰子 現在換這個 而且這有Wi-Fi 所以你是等於說 每次你媽把楊德叫你來 平常她自己 她今天剛好休假 不然沒時間去幫我保養 主要是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怎麼樣 服務怎麼樣 服務怎麼樣 顏值 有沒有提升是不是 定期幫他們 定期Review一下 這是一個公司的門面 對他們來說 我也是覺得這個很重要 這個會增加我想要來這邊 借廁所的一個原因 很受OK啦 來了來了來了 我們看一下 它這個 有這個咖啡 冰的 然後我們剛點的這個 什麼 黃金 小地瓜球 這個應該都無限倡飲吧 無限商品 對 這不錯欸 我們之前去那個 Lasus它的這個東西 好像沒有 好像只有麵包 它好像麵包 給的比較多 沒有這些小餅乾 你這還有蛋糕欸 好 以前聽到很多人 買Lasus的車子 都是因為它有 那個Harten Docks 吃到飽 現在還不能吃到飽 現在點數限制 你不知道 那你買Infinity是對的 你可以吃到飽 哈哈 這邊可以吃到飽吧 吃到飽 那就好 吃到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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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拿過騎的 它就飽了 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為什麼 你媽會想要買 Infinity的車子 一般我覺得 Infinity的車 很多人 不知道 或者是根本 不會考慮它 就是B.B.A.L. 冰是B&W 還有Lasus 奧迪 好像很少人會想到 聯想到 Infinity的車 這個品牌 那你們當時沒有考慮Lasus嗎 其實我們當時有考慮 主要是因為以前 我爸媽他們就開 日產的車 就開日產車 Sephilo Sephilo 所以有一個情感在就對了 有一個情感在就對了 你爸很念舊 你媽很念舊 對 那個時候Sephilo是 聽說那個時代 神車 那時候真的是神車 那我 我不是因為我是什麼育龍 不是 我只是 沒開過 想開開開 結果真的 就是這幾次有車主來體驗完以後 他們都驚為天人了 他說這個實在太讓我太驚訝了 完全沒有感覺這是一台日系車 假設說 它的價格也合理 等一下保養都要保養 你保養過兩次 三萬是小保養嗎 還是大保養 三萬 應該是小保養 等一下看價格就知道 我那個一萬是小保養 我特別跟隔上 我是用訂閱式 你媽是用買的嗎 買的啊 我們是訂閱式租車 用租的 那保養費其實是隔上除 所以我不需要三單 但是我也可以跟大家講說 哪些東西可以刪掉 所以到最後看剩多少錢 或者是多少錢 再跟大家講 保養公單出來了 先看一下這個一萬公里的部分 所以是換油嗎 對 一萬公里保養的話就是換機油 然後還有我們的放油螺絲墊片 跟機油濾性 就是機組保養 總共多少錢 總共是5320元 五千多塊 是 聽錯 我跟你吃了兩個哈根大吃 五千倉飲 好像還便宜蠻多 那有洗車嗎 我記得 我們有含手工泡沫洗車 還含手工泡沫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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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車內的部分也會幫你做洗車 他們在講三萬公里 有空氣濾性 然後還有機油公升3250 那放油螺絲墊片50元 然後機油濾性370元 那我們引擎式的綠網是980元 合計總金額是6520元 欸 六千多塊 六響的便宜很多欸 剛剛你是多少 我那才五千多啊 我這個六千 你的六千多塊 6520 根本不用三單 他也沒加一些有的沒的 我還以為他加很多添加劑欸 本來想說 這個 反正是隔上的 我就算了 結果他都 都不讓 欸 我想讓他賺 他都不想賺 怎麼會這樣子 所以你每次來保養 差不多這個價 對 差不多這個價 我們以前開理上 好像差不多了是不是 三千多 三四千塊 這個才五千多塊 我三萬多六千 我那才五千多而已 可能跟馬自達差不多錢喔 對 保養多少 比較 比較 平價一點 看了下面好像有一些新車 然後 問了一下那個接待人員 可不可以去看一下 他說可以 那我們就等一下去看一下 然後他這裡有一些精品喔 欸 這空金的喔 不是三萬九千元 這三萬九千點 笑一跳 一頂帽子 兩萬三千 所以應該是保養會有一個點數啦 鐵數應該還是 我覺得這個帽子還不錯 帽子還不錯 打球啊 什麼 下來了 現在他展間有放的車子 就四台車 現在主力好像是這四台車 這四台車 那四台 就是 我的遺書之恨 我本來是要租這一台的 QX55 然後 300GT Q50 300GT 還有QX60 巨無霸 那一台QX50 我現有的車 我現在開QX50 其實他現在車頭都改那種家族特色 每一台車頭都長得很像 你這樣遠遠看 他只是有高低的差別 那我 我這次就是很想要來看 順便看QX55到底 哎呀 那時候很想租QX55 但是就被租走了 很可惜 這台車子真的很好看 真的很好看 看一下最新版的跟我那有什麼差別 好像車頭也差 好像 所以我那個應該是最新世代的 最新世代 也是23年式的 一樣啊 我22年的車啊 但是應該 應該沒什麼差 我看一下規格就知道 一樣是配2000cc的VC Turbo 268P 380 牛頓米 一樣是CBT變速箱 數輪碟煞 這台是風扇版的 一樣有配BOSS音響 然後全景天窗 一樣啊 那我那個就風扇版 不是旗艦版 看一下內裝的 有沒有變 一樣都包皮啊 都一樣 你那邊也是電動椅嗎 對 現在都電動椅 但是只有 駕駛座有這個記憶 兩組 內裝都一模一樣啦 那我那個應該是OK的 我那是 對也是這樣 對一樣 嘿嘿 喔 所以坐起來應該都一樣 我看一下有沒有 有沒有電尾門 有電尾門 那應該是 應該是一樣的 好 沒關係 這不是重點 我們是要來看五五 來來來來 一起來看五五 我上次有去看過QX60 它的內裝真的變漂亮很多 完全不同 你看它這個 螢幕就不一樣 這有點像S-Trail 那個E-Power 那一台新的那種 比較大的螢幕 你看全部都觸碰了 然後你看這一根 改成這樣 齁 質感真的提升滿多的 然後一樣 像成熙的Infinity的豪華氛圍 全部是包皮的 哎呀 很可惜這一台太貴了 我住不起 旁邊還有這個通風椅 是在這邊按的 應該是通風椅吧 也有電動 電動腰靠 這一台真的是巨無霸 超大台 後面那個都是電子 這個冷氣的部分 它有第三區的橫溫空調 這個太大台了 我們來看一下 QX55 這個就是很可惜的一台車 我居然沒租到 先看外觀 它就有點像X4 BMW那個X4 還有GLC Coupe的那個車款 車頭的部分 車頭部分其實跟我那個 跟QX50差不多 很類似 也是這種類似Spindle的 紡錘型水箱護照 到這邊 我覺得這個大小剛剛好 Lexus那有點太超過 那有點像烙的骸 到這邊來 有成威名的感覺 質感非常好 我看到了一個差異 這個是50吋 這台網路上我看一下報價 250幾萬 那才210幾 現在GLC Coupe 還有這個都要 GLC Coupe還有X4要260幾 這250幾萬還是比 冰室BMW便宜一些 配備其實也幾乎 該有的也都有 但是好像沒有PROPILOT 沒有那個LV2的部分 但是它設計蠻有質感 你看雙色 這個用黑色 看一下 內裝氛圍好像跟我QX50差不多 這個也都一樣啊 這邊都一樣 然後電動椅 它這邊是幾皮的 它這個就是比較跑得化 所以 但是進來似曾相識有沒有 QX50跟那台QX50的那個是一樣 一樣 但隔音一樣很好 一關上車門馬上聽不到聲音 這邊也都一樣 現在我們都流行這種跑格化 跑格化 因為這一台QX55本來它就是 跑旅 跑旅車 我看一下 用我的坐姿 設定好 然後去後面坐坐看 我的坐姿大概 是這個樣子 我們去後面看 它這個關門真的很扎實 我是覺得 Lazers都沒有這種關門的感覺 質感真的很好 因為它這個第三排 這個是直接這樣斜背下來 非常有質感 這樣 啊 先看一下這個 行影廂空間 它從這邊按 又跟我那個不同 欸 它這個跟我們那台車不一樣 它是從Infinity logo那邊按 喔 它還把這個 欸 控比 APRICA的這個 嬰兒推車都給它秀出來 這樣子 先塞得下 塞得下 其實深度 好像比我們QX50更深 但是就是受限於它這邊高度 所以容積可能稍微有一點點影響 但是也應該也還OK啦 你看它是從這邊按 這一顆 按下去它就開 欸 不是像我們從下面壓 好 那我們坐一下後座 欸 其實也沒有感覺差很多 就是頭部空間可能小一點點 但是也沒有很壓迫啊 而且它這個坐姿 因為我弟的車子是X4 BMWX4 我弟那個就是比較挺 比較挺 然後這個地方 小很多 我這個 這個這樣子 真的 就是空間感比X4 可能比GLC Coupe好 理論上應該是喔 然後它這邊也有恆溫空調 第三區的恆溫空調 在這裡 那USB Type-C 那時候真的是應該要租這一台才對 而且租金還比較便宜 奇怪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又送來第二輪的餐了 這個是米漢堡 肚子早上沒吃飯 肚子有點餓 剛好可以趁這時候 喔我吃的是牛棒雞 你咧 我也是牛棒雞 它有四種口味 還有三杯雞的 吃一下牛棒雞 咖啡又續杯了 換吃這個 哈根大師 我還以為是只有Lessus才有 那你不吃啊 你吃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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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不耐不耐 我這樣講 喔 喔 杯盤狼藉 好了好了 我們剛剛結帳都付好了 那 米他的也OK了 所以我們兩個就要 要回去 吃了 吃飽喝足 先感謝Oscar 跟我們一起來 保養 那其實我也蠻意外的 第一次來Infinity保養 而且Infinity是高級車 它的保養費用 居然跟我們一般的國民車差不多錢 差不多 其實我是 之前去幾個車廠看過 對有一些車子 保養一次要一萬多塊 尤其是豪車 普通就是再怎麼便宜呢 也是大概三千多塊 正常的 沒有加一些有的沒的 也大概三千多塊 但是這個是Infinity 居然才五千多塊 它是三萬公里保養 三萬公里保養多少 六千多塊 所以其實 就是 讓你覺得 好像也不錯 這也是一個 好的選擇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賣不好 嘿嘿 奇怪 廣告太少 廣告太少 所以說如果最近你也想要買這個 休旅車的話 其實也可以考慮一下 Infinity的車款 好 那我們就 直接走了 謝啦 今天一起來 上來了 今天這樣也蠻有趣的 跟車友一起 來保養 然後分享這個車子的一個狀況 最重要是看到沒有租到的QX55 真的是帥 但是空間表現也不錯 所以如果說下次有租到什麼車 我再約大家一起來保養 然後一起喝咖啡聊是非 那我們今天這個QX50的保養 1萬公里的保養 大概就做到這裡 那這個價格 其實我真的覺得還蠻不錯的 蠻優惠的 那你的保養是不是也是差不多這個價格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喔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來一起支持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因為我爸這台行車紀錄器 用沒多久就壞了 而且他的車美式也沒有到車顯影 所以我準備幫他安裝這一台HPS750 先掛上行車紀錄器本體 接下來來安裝後鏡頭 簡單嗎? 出了 完工了 超感動 前鏡頭 上 下 後鏡頭 上 下 這種爛貨可以直接丟掉了